一行两会就恒大集团风险事件集体表态 凤凰网财经讯 12月3日 中国恒大集团今日在香港联交所 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关注 但晚立即约谈了 中国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 广东省人民政府 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 他 恒大集团出现风险主要源于自身经营不善 盲目扩张 境外美元债市场是高度市场化的 投资人较为成熟 甄别能力较强 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 我们关注到恒大集团对一笔境外债券 未能履行担保义务 这是市场经济中的个案现象 据了解 广东省等地方政府和部门 正在依法依规指导 多促恒大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稳妥有序化解风险 积极推动项目复工复产建成交楼 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也正在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现阶段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 重点满足手套房 改善性住房案皆需求 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并购贷款 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力度 促进房地产行业和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问12月3日 中国恒大集团披露了 可能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请问恒大集团风险事件 对资本市场运行有何影响 目前A股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运行较强 活跃度较高 交易所债线市场违约率 保持在1%左右的较低水平 设房上市公司 债券发行人 经营财务指标总体健康 恒大集团风险事件 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外溢影响可控